Retail Reimagined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 Retail Reimagined Retail Reimagined 我是Phoebe Customer Success Manager 從Microsoft Hong Kong Hello 大家好 我是Tim 我是Modern Workplace Specialist 我們都知道 現在疫情 有很多不同各行各業 都遇到不同的挑戰和機遇 所以我們藉著 微軟香港的經驗 和客戶的溝通 我們都想分享和大家 歸納一些不同的場景 不同的Best Practices 亦都會分享多些不同的提供 讓大家在疫情當中 都有些少許防疫包 讓你知道如何 和你的同事 員工 和你的顧客 甚至是你的供應商 有良好的溝通之餘 都可以幫你找多些不同的生意 那不如我們接下來 我們看看有甚麼手術 可以幫到客戶 好嗎? 好 沒問題 我們看看這個鏡頭 好 大家看到這個鏡頭 其實都有不同的零售行業 或者商家 你大概都知道 我們今天想遇到 其實都很不同的範疇 各種不同的零售行業 各種不同的零售業 我們都想遇到 說一下零售業面對的困難 我們總括了大概 頭幾位最主要的困難和挑戰 首先 你現在很難去遇到 顧客的需求是甚麼 他們可能在家 或者是手機 上網購物的時間不少 你很難好像以前 看到他們的感受 或者他們的情緒是怎樣 也很難去預計 他們的購買意欲 這是其一 其二 右上角你看到 其實員工的健康 或者他們的安全 其實都會有很大的一個考量 你現在很多不同的疫情 當然香港的希望 那些個案都可以減少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員工去面對 顧客的時候 你都會很擔心 或者都會很需要 去確保他們 在一個很安全的環境下工作 右下角 你看到一些門市 雖然現在很多事情 在家裡或者網上去做 但是也有這個門市的需要 有時候跟顧客 都期望去到門市 看到一些員工去跟你交流 或者去交貨物 這些都是顧客所需求的 所以你都很需要去確保 其實這個門市是很清潔 你要有定時的消毒程序 令到顧客安心過來混購物 還有其他藍色的 你們都可以多看一些 但總括而言 其實對於你去跟同事 即員工 你的顧客 甚至你的供應商 都是面臨著不同的挑戰 和跟以前完全不同 這裡我們借了一些 Adobe的一些畫面 去表現一下 究竟以前 before 疫情 和疫情過後 其實有什麼轉變 你看到以前 before 疫情 疫情之前 我們太平的時候 其實都是在說 在門市裡面 其實你怎樣排隊 排得更加順暢 如何確保顧客 其實不需要太多時間的停留 或者是太多時間的消耗 這個是其一 其二是你都會想到 那些商品 如何擺設 就是你會 是不是色彩繽紛 是不是全部人想要的 就是擺在最前 這些其實都是我們想多些 和考究多些的擺貨的技術 和藝術 在裡面 Fitting Room 你都要確保 其實他們拿到自己最需要的尺寸 但總括而言 其實很多人 在同一間店裡 所有的員工 所有的同事 甚至是你的顧客 你都會期望 他們是全部 同一個地方 疫情過後 你會看到很多人 是不同的地方 除了說 很散亂之外 其實是有不同的場景 不再是單單 在一個 Retail Store 你是在車上 你可能會用車去 搭配 你可能會繼續去門市 你可能會直接叫它 送去你家 當然香港就不是 有個花園仔 你可能會去到你屋苑的單位 你可能也會有很多不同的儲物櫃 現在商場 或者大廈 其實也有很多這些儲物櫃 都會由這些地方 你會去做Pick Up 當然門市 或者Show Room 都是繼續 跟剛才所說 以前很多人 在同一個地方 連貨物都在同一個地方 現在就是分散了 不同 你的員工也好 你的顧客也好 你的貨物也好 是非常靈活 和有彈性的 在這裏 你也要想多些 除了說不同的 觸碰點 我們叫做 對於你們來說 有些什麼 影響呢 例如 你需要更加主動 積極地和你的顧客溝通 你需要和他們 有些線上線下的 接觸和交流 你需要很方便 令他們有最新 最貼切的一個 提供的提供 提供的提供 你需要令他們在家 看電話的時候 立即看到 最適合我的提供 提供的提供 這些更大的個人化 是更加需要 現在馬上快速地 去市場 當然 最右邊 有些不同的伺服 提供的 AI Machine Learning 這些更加可以幫助 了解客人更貼切 這也是可以記下的 好了 說了一點數據 大家都有興趣 譬如 根據了 McKinsey Ascension 和BCG 都歸納了幾點 首先 大部分人 都會割了一半 他們的費用 這裡 你不要小看 它大概佔整個 GPA的10% 當然 對於個人來說 對於消費者來說 是一個大的影響 但對於整個市場 那個影響也不小 供應鏈也有很大的衝擊 福布斯有1000家公司 有94% 都會覺得這個衝擊是非常大的 有兩成的人 更加願意去做自己 一些自己服務的 在網上購物 他們更加願意做 到最後 其實你說 我什麼時候才會復原呢? 大部分人都會覺得 大概一年 而少於一年 都可以 一年這個時間 長不長 短不短 但你也會看到 在一年的時間 我們有更多的事情 需要做著 包括你去回應 短期要立即去反應 這是其一 其二是你怎樣去回應 怎樣去復原 第三 其實Plan for the future 長期的一個計劃 你更加需要去 整個商業 你要把商業 想得不一樣 會不會就像 剛才你展示Adobe的 不同的人 在不同地方 只要在香港 怎樣去實現 我覺得 首先你們可以想一想 我們會分享多一點 我們其實怎樣去想像 好了 說多一點 到了今天 我們究竟面對著不同的衝擊 面對著不同的機遇 我們如何去規劃 規劃未來呢? 我們嘗試去幫你整立了不同的點 首先你看到 Crisis Communication 例如現在疫情 香港也想知道一些最新的資訊 想知道你身處的地方是否安全 這是Crisis Communication 其一 其二就是你的員工 你的員工幾乎是你公司最重要的資產 你怎樣去令到他們有信心 以及很安全地去工作呢? 第三 你的顧客 你的顧客怎樣跟你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怎樣令到他們可以在家裡 在電話裡找到你 亦都很想去買你的東西呢? 第四 你的供應相 雖然說 可能你本身都有一定的庫存 應該說 但是 很多東西其實你都需要去憑上去補給 或者你要確保整個供應鏈其實是健康 其實你都有很多前期的功夫 或者是溝通 要去做 大概有四個情況 我們今天嘗試去用人出發 嘗試用著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場景 去跟你說回你怎樣去真實質地有些行動物 好了 接下來的就是我的Live Demo 其實就會由我和我的團隊去負責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們的一些不同場景 亦都可以受到一些inspiration 好 繼續在Dumbass的途中 其實可以看看 團隊先 看看有沒有最新 有什麼要看 好 有個 Health Status 看看香港 好 先看看 好 好 團隊 謝謝 好 好 好 沒有什麼其他新東西看了 好 太好了 好 回到來 找個團隊立即開個會 先 Stop breathing 好 希望沒有遲到 太好太好 等一等 好 先 今天有個會要開 讓我重新回到Team Star 對 對 今早有個會要跟Phoebe開 我們先進入會 可能Phoebe在等 好 Hello Hello Phoebe 其實 今天最主要的Briefing 就是告訴大家 最主要是因為公司很注重大家的健康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要回公司的話 就一定要登入那個App 去做那個健康申報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 今天就沒有太大的Briefing 今天就最主要是讓大家知道 有些安全 健康的資訊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其實就可以結束了個Call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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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有沒有出街 悶悶地上網 看看有甚麼要買 之前 記得有間IG店買過東西 先去看看 幸好有這個App 讓我們就算是公司 都可以跟客戶保持溝通 看看有沒有人問我們 之前看中了一個袋 看看他有沒有 我看他的IG沒有 好 試一下WhatsApp找他 看看他有沒有這個袋 先去看看 麵包 Tim好像又找我們 噢 發了張照片 這個袋 當然有 好啦 OK 正喔 有得買 那下去店鋪試一下也好 那它幾點點開先 9點至6點嗎 都OK的 覆了它OK先 好好的 不如我約她的時間 反正店是熟客 我們也可以叫她直接過來看 What about You come tomorrow at 10? OK 讓我馬上送回Anthe 給店先 看看calendar 好 好 Store 放回Anthe 明天的 明天的10點 半個小時都應該 10點左右 Location是Store 搞定 OK 跟團隊說 我們已經搞定了 先發訊息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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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她發訊息給我 OK 好吧 那我明天下去看看 好 那我先做一下準備 先發訊息給她 Hello Timothy 喂 Hell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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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袋子已經幫你準備了在Feturing Room裡 你怎麼黏著呢 當然 我們剛才已經在Messing中一個都聊過 好 那我先試一下袋子 是 隨便吧 隨便吧 看我實在有多美 嘗嘗 都不錯 好 對了 那我直接在這裏攪上去 我先去那一套 謝謝 我先去那一套 2805.2 先去檢查一下 現在這樣的情況當然是用Mobile Payment 好 先去檢查一下 好 好 完成 那Phoebe 我希望不能離開了 沒問題 隨便吧 好 謝謝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請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有準備了抗疫禮品包送給你的 好 為什麼 我們裏面有些口罩 有些消毒酒精 希望你可以保持個人衛生和安全 多謝 沒問題 那可不可以麻煩你幫我簽一簽收 可以 好 我先把它馬上傳給你的電郵 好 好 給你電進去 請等一下 幾秒鐘的時間 好 我們剛才應該把電郵送給你的電郵 好 你可以直接在你手機上 對 對 剛剛收到電郵 看看 好 立即上去簽了它 好 先簽了它 是否這樣就可以了 是 沒有問題 好 搞定了 謝謝 謝謝 祝你身體健康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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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先把電郵送給你 好 我先把電郵送給你 好 好 我先把電郵送給你 好 好 其實你看到有些數字是比較少的 我想看看你們那邊可不可以幫到手 就是看看會不會有些供應給我們 另外 因為現在是Copen ID 我們可能做貿易的 其實我們都可能有些兼力的事情 都要做 例如送洗手液 或者口罩 看看你們那邊會不會供應給我們 那你先看一看圖表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即是你做好計劃 那你給我 這件事 好 那差不多了 因為都是一個Quick Call 如果這個Dashboard 你遲些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分享給你 好 差不多了 謝謝 拜拜 好 我先把Dashboard 我回到 好 好 我們再加上Phoebe 因為我們都要做些Follow-up action 好 那就搞定了 Supply都搞定了 那Store的Briefing都搞定了 那就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看看有什麼做 好 好 那大家剛才看過LiveDashboard 是不是覺得很inspired呢 對 我想我們都 對 一點點角色 希望大家也感受到我們的誠意 也感受到整個零售業 其實之後會怎樣最好 去展現到你們的價值 對 同一時間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請在我們右手面 有個Column 有個Q&A的Box 其實請去問我們 待會也會解答 好 接下來 我嘗試把剛才我們走過一些不同場景 去告訴大家 其實大概裡面的內董是什麼 你可以更加良好去消化 好 Supply繼續 是三個不同的Stakeholders 包括了我們的員工 我們的顧客 以及我們的供應商 當然主軸 剛才你也看到 主軸主軸主要都是在Teams進行 因為Teams除了可以跟你的員工 保持溝通 其實也可以幫你做生意 也可以令到你跟那個供應商 有個很interactive的interaction 說的是什麼呢 例如Power BI 這些不同的Dashboard 其實你可以跟他分享 共用 之後一起去想一下 怎樣去做planet 這些都其實已經在Teams做到了 所以我們嘗試歸立不同的情況 先Teams 讓你大概有個印象 溝通 你可以跟不同的人溝通 這個我都說過 我就不通過了 訓練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化妝品的公司 在這個疫情當中 都需要去跟員工做HR的訓練 在這個時候 Teams可以像課室一樣 幫你分開不同的課室 讓你在不同的課室 在不同的課室 調教不同的科目 其實這個Teams做到 也有不少的 我們的顧客 都在想著 所以我想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跟員工 尤其是HR 就是你的人力資源管理 都很需要跟員工 有溝通 訓練的話 其實都可以嘗試想一下 會不會Teams 可以用一個安全的方式去進行 當然是文化 還有你有歸屬感 的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現在在家裡做事比較累 除了說在家裡 可能不能常常走動之外 其實看不到同事 落成路上都比較孤單 或者會有點疲倦 這個的確是非常普遍的 而且我們也有一些 研究表演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很欣賞Teams的 重點是可以看到的樣子 或者是有一個小組 小家庭的感覺 你可以在這裡分享你的照片 分享你最近的一些不開心 你可以跟同事去祝福 其實這個對於我來說 因為我比較重情義 所以在這個疫情來說 其實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當然對於公司來說 你可以繼續保持你的文化 保持你的團體歸屬感 而且這也是可以在Teams那裡呈現出來的 去到你的不同的檔案 或者你公司有些檔案 員工須知 當然也可以放上Teams 因為它是像一個 share drive那樣的存在 那我就不通過了 Day to day 說的是零食業 其實你要知道耕表 像我剛才所說的 你要開會 跟同事 好像我跟Teams展示的 一個 daily briefing 或者是好像一個團隊 可能要跟企業去開會 其實都要在Teams那裡進行 就很方便 又很安全 當然最後 你去開會 有時候 不知道時間 你遲了 或者究竟什麼時候開會 其實這個就不需要 你再跳出去 在不同的渠道去看 直接在這個同一個平台 就已經可以立即體現出來 就容易些 又省了很多時間 最後最後 當然是Security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信心 就是我們微軟的產品 所以我也不會太過程 我只會展示一段 你大概知道 所有在Teams說的資訊 或者公司的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財產都會很安全 讓我們保管 在這裡我也想展示 在香港很貼近你們的 這個叫做Anmos Associates 這個公司 他們是怎樣應用Teams 去幫整個公司 做文化的轉變 我們一起看看 我們有經歷的經歷 我們有經歷的經歷 在工作上 我們有經歷的經歷 可能會有更多 比 改變 改變 在過去50年 當你走進去 當你走進去 一個環境 讓你 讓你 努力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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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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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我是 進來 勤勤的 在 領事 任何世界上的世界都可以使用 因为我们使用 Microsoft Hub 我们使用 Cloud 你必须要相信技术 使用技术能力 使用技术能力 我们相信技术能力 使用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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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知道 Teams 如何帮企业 做文化的转变和转型 刚才我们的试试 也有另外一件东西 就是 mini-apps Phoebe就是用 App 去说健康申报 说今天是否舒服 今天有什么身体不适 这些可以用小apps 所以我也想介绍 这个 free app template 在上网也下载到的 做什么呢 其实很多企业都在想 其实公司有很多不同的资讯 可能有些不同的 cases 或者是一些健康的小提示 都想分享给员工的话 很多公司都会用一个 叫做 Enterprise Communicator App 去做的 其实都是免费的 App 你上网下转就可以了 放上去的 Teams 之后 全部员工都可以看到 那你就可以方便了很多 我觉得是 HR 或者 IT 的工作 另一点 如果你的公司 如果像我们微远香港 或者微远Microsoft 的美国公司总部 其实我们现在走的一个模式 就叫做 Hybrid 即是可以回公司 也可以在家里工作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会有另一个 solution 叫 Return to the Workplace 的 solution 那是什么呢 其实都是类似刚才的 Enterprise Communicator 但是他做的事情 就多一点 可能是你去到公司 你要做个 Check-in 你要去告诉 或者走的时候 都要Check-out 你也会有很多不同的 这些又是伴障而来的 component 都同样是Free的 你上网都可以下转到 重点也是想 等不同公司 又不同政策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很方便 找到你最需要的一些 solutions 是啦 就这样看slide 可能很难感受到 那个感觉 所以我们不如 都帮一段片 继续去讲一讲 这个Return to the Workplace 的 solution 怎么帮到你的公司 Returning to the Workplace During a pandemic It's a scenario very few of us have faced Until now The Microsoft Power Platform Empowers safe reopening with the Return to the Workplace Solution Supported by Power Apps, Power BI and Power Automate This low-code solution is designed for everyone Location readiness allowed leaders and task forces to quickly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using criteria like infection rates and supplies availability Employee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Empower employees to check-in remotely and self-screen before entering Workplace Care Management Provides health and safety leaders tools to identify potential infections Manage cases to ensure care and quarantine and notify exposed individuals and location management help facility managers monitor occupancy health supplies safety procedures and other facility-related best practices We all want to get back to work and back together safely learn how power platform can help you return to the workplace with confidence 看完影片 我們都go through了兩個大的 solutions 包括teams apps 還有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留意在片段都出現過不少次的呢 就是我們最親愛的surface 或者是不同的器材 其實到了現在這個世代 或者現在這個疫情 有的時候 不是很多公司都說有每人一部機器的玩法 可能很多同事有的是一部電話 有些耳機 他們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如何開會 如何確認他們得到最新的資訊 其實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不同的器材都可以 所以我想呈現的就是 希望你們覺得 就算是不同的工作風格 不同的環境 其實都可以連繫不同的人 小小分享 如果你說的器材的話 除了電話 除了剛才的耳機器之外 當然有些器材 還有手機 這個是大概一些選擇 我們都看到不同的客戶想要 我想提示的就是 最上面的好像 一個很智能的電腦 也好像一個智能的電視 其實它就集所有一身的 電腦、電視、彩簿都一身 所以那個場景應用是怎樣的呢 就好像剛才阿天用的 可能是一些管理 他們要去開會 其實真的不會花那麼多時間 和你再收入 這個智能器的器材 其實就能幫你免許了很多時間 也可以使你很不利 很專業地加入一些會 我們看到很多客人 尤其是理由 可能是市場、市場、設計 甚至是建設公司 他們去做一些 brainstorming的時候 其實都非常容易 都非常頻繁地會用到的 最後一段影片 我們今天都想展示一下 其實日本的公司 日本的公司 其實都會用到不同的器材 去確保整個 你見到是客戶 跟客戶的溝通 其實是很完善的 我們都不如一起看看 FranFran Franは1992年に 創業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当初から女性の 客様をターゲットに お部屋を彩る 楽しさであったりとか ライフスタイルの楽しみを 提案してきている ブランドです 家具から始まった 会社として 改めて家具の良さを 伝えていきたい という思いから 在2019年4月的家庭中心中心的家具、ラグ、アート等三つのアイテムをメインアイテムとして 家具の新しいノーマルスタンダードを目指しているブランドです 更に今回店舗全体でSurfaceを使わ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で とても統一した印象になっていると感じています スタイリッシュな外見と細部への丁寧な作り込みがされているMicrosoft Surfaceは グラグラのブランドイメージにとても合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モダン・ワークスはタブレットを導入した接客やキャッシュレス決済など 弊社としても初の試みとして取り組んでいる部分が数多くあります その点でもデバイスとしてスペックの高いMicrosoft Surfaceは 新たなチャレンジを実現するツールとして自信を持って選択できました モダン・ワークスはデザイン・クオリティ・プライスのバランスの取れた 新しい家具屋としてオープンしました 新しい家具屋として新しいITでお客様をお迎えすることに挑戦しています 具体的にはキャッシュレス決済やネット比率を高める仕組みを通じて お客様の選択肢を用意しています 我々フランフランでは数年間の中期IT戦略の中で Microsoft製品にシフトしていくという戦略を取っています なのでWindows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に乗れるということはとても重要で 教育の手間もかからないですし これは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した あとは見た目というところを考慮すると 選択肢ってかなり限られているのかなと思ったので 今回はMicrosoft製品を選択しました 私はエリアマネージャーとして複数の店舗を持っています ですのでやはり移動距離でしたりとか あとはすごく時間というところを大事にしています でもこちらのサービスはかなり丈夫でしたり 軽いあとは薄いというところが 外出するときにもすごく楽ちんですし あとは店頭で立ちながら 店長などと打ち合わせをするときにも非常に便利で すごく効率よく店舗周り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ております またデザイン性が非常にいいというところで 私自身が仕事をする上でのモチベーションアップにも つな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非常に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紙のカタログだとお見せできるコーディネートに限りがありますが サービスGOの導入により多くのコーディネートを お客様にご覧いただけ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また買い物の決済の際に 特にお客様の目に触れるネジ横に サービスラップトップ2を導入したことにより 細部までブランドイメージを維持した空間を 提供できている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サービススタジオ2導入により お客様一人一人に寄り添った トータルコーディネート提案が よりしやすくなりました 画面も大きいので お客様からも大変好評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 昨今お客様の購買動向や要求は 非常に多様化しています マイクロソフトには今後も ハードソフト両面から 弊社の新しいストア作りをはじめとした これからのチャレンジを支えていただきたい という風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また次回予的時間 また次回予了 また次回予告 また次回予告 コストアサービスっと 令你們更加有信心 更加安穩 繼續走下去 首先 說剛才Pyre Apps 有很多不同的場景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提供 其實是12個不同的component 假設你公司只需要company news FAQ 可能有個survey要做 三個左右 沒問題 我們可以幫你做到 整個你當作是Catalog 看一看 12個裡面 誰比較適合你公司的需要 其實我們可以很快地幫你開設整個APP 就是建設整個APP 在你公司的環境裡面 這個整個 slide 大致上你可以快進去 哪幾個 scenario 最受歡迎 Leave Request 首先 Leave 放假 或者你到底會否回公司 這個也有很多客人喜歡 影片 譬如你想現在有些健康的資訊 健康講座 你想同事去參加 也有很多客人會問 Site inspection 也會的 或者你不一定是工地的 你說在你的 store 裡面有些有達跡 或者有些很亂 你想報告給老闆看 的話 其實都可以在這個APP 進行的 再重複一次 如果你有興趣在不同的 component 都想幫你公司用到的話 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會繼續幫你去做一個 line-up 這是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其實我們剛才也有展示到 在疫情 做生意 一定是首選 重中之中 其中一個 所以剛才我們嘗試展示給大家看 例如顧客在Instagram WhatsApp Facebook 去找你的時候 你如何將它們整合在一起 如何令公司有信心 這些所有的交通 所有的訊息 所有的資料 其實是很安全地安裝了 你會看到我們有一個 interface 即是Microsoft Teams 所有東西都會很安全地安裝在微軟的一些安全帳 如果你們想做這個提供 現在其實一年 我們可以是24000元的香港錢 其實有個搭檔的提供 如果你想 有興趣 感覺到最後去授一個提供 這是步驟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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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另一個重中之中,我交給Timothy 他告訴你,剛才不同的應用器 我們怎樣令整個零售業應用得著 謝謝Phoebe,剛剛都有不同的方法 提及到有可能有AI、Chatboard 甚至有O2O的方法 給予項目的應用器 有方法配合,是否真的要有應用器的配合? 沒錯,譬如剛才Phoebe,在場景裡 都要拿著相機在商店裡才能做到 這些情境,我們微軟是否有不同的支援? 沒錯,因應疫情的原因 我們有一個比較新的項目 就叫Desktop as a Service 簡單來說是一個項目 你當作一個購物項目 跟Microsoft 365的方法 其實大家可能看到的項目 我們有不同的黃牌產品 包括有Service Go、Service Pro 7 亦都用一個很相宜的價錢 例如我們開始負責$199 每個用戶每個月 大約三個月的交易 其實會有什麼呢? 除了有本身的器材之外 其實會和Phoebe有提及的Microsoft Team 當然還未包包 剛剛有些Flow 或者Power Apps 那些類型還未包 但是如果在公司的需要 尤其是Retail 可能需要E-mail Calendar Teams 甚至一些Drive的支援 例如OneDrive 或Business 或者SharePoint的支援 本身在這個package Desktop as a Service 這個package Microsoft也可以提供 對 我想如果大家有什麼查詢 隨時可以去右邊 有個QA box 留言給我們 或者如果大家想知道 多些細節 如何去應付 其實下面我們有條連結 你可以進去 可以再看更多的資訊 接下來的時間 我想交給Phoebe Phoebe還有幾個Tips 告訴大家 沒錯 大家記住 這個大概是Action Item 4 這件事真的要看你們各自公司 究竟有沒有這個需要 我會建議 你們怎樣去想 這個需要 你們可以想像一下 你們現在同時 平時工作 究竟有什麼 日後日 經常下來 其實有什麼觸碰點 會不會像我們剛才的情境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交換 很多不同的資訊 要進入的話 其實都不妨去想一下 有沒有需要去添置一些 不同的工具 令他們做事 更加得心應手 感覺充滿自己去探索 和Brainstorm 有需要的話 感覺充滿自己去找我們 繼續接收 第五個小提示 或者叫大提示 我們看到也有不少的東西 除了我們剛才有些 特別的解決 或者是機器的提供 其實剛才所說過 也有進入一些不同的部分 我們都嘗試整合在一起 包括Teams 你的信息很安全 譬如你的器材 你的適合 你的適合 其實都 如果說你登入時 你是很安全的 Endpoint管理 你的器材 其實是不會有很容易被避免的情況 Service 和夥伴的器材 你說多少是這些器材 其實會不會有機會 其實是 當作PoS 用 或者是平日和客戶 溝通的一個小小 Tablet 去用 Desktop Visualization 你有沒有需要 去做一些障礙的Desktop 讓同事可能在家 都可以進入到公司 一些很重要的系統 其實就可以免却了 他們出去的一個危機 當然Deployment 你說真的去 好了 假設你真的想高貨 一個剛才借機的program 或者你都想推出 Teams 或者各種不同的Desktop Visualization 你都需要一些人 去幫你給一些Guidance 的話 其實我們都可以幫到你的 我們這一方面 這個 繼續 第五個提示都不厭其還 跟大家說 有什麼需要呢 隨便去溝通我們 都可以的 好 小小整合 我們過了大概三個不同的場景 也很重中之重 就是你的顧客 你的員工 你的Data 其實是怎樣去保存 也會令他們 就算你現在work from home 你也可以有access 跟他們接觸到 交流到 亦都可以 拿到最新的諮詢 我覺得 好了 去到這裡 其實大致上 我們今天的整個分享 都差不多了 去到最後 剛才的提示都說過很多次了 有什麼需要呢 所以這個方法 我們會先放在這裏 QR Code 用電話 拿出來 用相機去刷 你留一點點 言給我們 都跟我們說 哪些方法 你最有興趣的 之後 我和 整個Microsoft Team 都會和你 一起有一個溫溫的 discussion 繼續去聊 好 接著我們就是一個Q&A的時間 其實都希望大家 就踴躍發問問題 可以去我們右下角 我們有一個Q&A section 有一個L box 大家隨時 隨時打下你的問題 其實我們就會 立即回覆你了 好 其實今天Webinar的時間 都大致上差不多了 好多謝大家的問題先 其實如果大家 隨時有任何問題 可以隨時找回我 Phoebe 其實我們後面 Microsoft有整個團隊 去支持著大家 尤其是大家 面對COVID-19的時候 尤其是On Retail Industry 看看我們Microsoft 可以怎樣幫到你 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拜拜